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受到这辆车95%的能力了 买小版就可以了 小版是整个系列里面 包括纯电 我都是最推荐的版本 有300公里的续航 纯电啊 在这个级别里面没有对手 我当时觉得SL03的200公里已经是天花板了 它更加天花板上天花板 它300公里 所以你基本上不会有续航焦虑 它还能烧油 对吧 它基本上也是我遇到的20万左右的真诚车里面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它要动力总成我觉得很香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买真诚 就是纯电续航越大越好 大部分人就是纯电开的 相信我 这一定比发动机能省多少油来的靠谱 因为你一年里面 真的要跑长度 真的要用纯油烧 是概率比较小的 其次这两个版本 我觉得中版跟大版啊 两个版本让我挑一个 我会更加喜欢中版 这个说起来有点离谱 第一个是 当我见过理想L9的抬油显示以后 我觉得哪里加的抬油显示 其实没有那么的香 而且抬油显示要花4500块钱 我觉得是不值的 实话实说 我是肯定不会选的 我觉得中版这个配置 还是值得推荐的 那基本上它的一些配置啊 比如说真评方向盘 无线充电 座椅通风 副驾驶屏 我觉得还能用得上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从实用角度上来讲 它的中版 215800版本 还能用得上 它是大版的什么HUD 包括座椅变成真皮的 跟翻毛皮的 然后有座椅按摩 我觉得按摩还有点 意思 我觉得还能用上 其他的 其实你感知没那么大 特别手势控制 音响吧 20级喇叭版本 我还没有试到 但是 现在那个版本吧 12喇叭的 我觉得也还行 能听呢 然后后排隐私玻璃 你其实你自己贴个摩就行 要花整整 24000块钱 真的是大冤肿 千万别买 哎呀 大版我觉得不值别买 我觉得小版跟中版 都还能买 小版的够版推荐可能有9分 中版可能是8分 这样子 OK先说 先说两个吧 就是我们说辅助价实 这点哪吒 其实不是特别的强 你看哪吒U2用的是 增程3 对吧 大家都用增程5 你像理想 理想最低级都是增程5 对吧 那价格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一下 哪吒现在的方案 哪吒是一个厂家 他用了好几套方案 比如说在U2上面 他用的是增程2 然后现在 在哪吒S上面 他用的是德州仪器的 算力是16Tops 这个算力是比较低的 能完成技术窑啊 然后他有一个高阶版本 用的是华为的610 那我觉得那套系统还行 但是那个价格的吧 非常的离谱 呃 我是不建议的 你买的X层面 是个性价比学生 你不会买那么贵的车的了 呃 对吧 我觉得小版很香 中版也蛮香的 大版跟伏价是版本 我觉得 遥顺于武 OK 这就是真诚版本 我们再来一下它的存电版本 对吧 我的节目就是让你选出你最合适的 它有存电的后驱版 有四驱版 有四驱什么有 是卖三十几万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中版跟四驱的大 为什么这么说 四驱大 二十七万九千八支币 两驱的大 贵了一点点 然后马力直接翻了一翻 有四百六十二匹 还蛮大的 毛五百匹动力呢 你才二十八万 我觉得配置也大版嘛 都给你拉满了 那我也能接受 然后中版我觉得七百十五的续航也很长了 然后一百七十千瓦电机也够用了 中版配置也是我混动版本里面最推荐的 所以这两个配置我觉得还值得买的 一个是二十四万五千八 一个是二十七万九千八 其他配置你都不用看了 都不需要购买 够直接的吧 其他配置我都是不推荐的 就是我们的ZS的购买推荐 那我觉得这期还是蛮直接的 对吧 够直接了 我觉得纯电版本 如果你要买纯电 你就买它的中版 中版的二十四万五千八版本 要么就是买四驱大版 二十七万九千八 预算够的话 如果你要买真诚 就买小版跟中版 一共四个版本 都是可以购买的 而且购买度还蛮高的 其他版本都是不推荐的 它这个车跟理想不太一样 理想是我觉得购买度都还可以 这个车是购买度可以 购买度很低 就这样子 如果觉得我们节目展还不错 希望大家对我们点赞 转发评论 这都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是青霸 彩蛋时间 当字幕自动识别成 大家好 我是青蛙厚 下期我们做的是瑞虎8plus的购买推荐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前来观看 好